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的平稳 尤其是澳大利亚股市是高开震荡之后 最终还是可以做到比前一周收高0.6%左右 整体来看市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稳定 那么类似的美国股市表现也是比较的稳定 虽然说上周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 曾经一度引发市场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但是整个的经济形态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大 而且受到比较利好的美国方面的一些经济数据的推动 应该说全球的股市表现是比较不错的 而在外汇市场波动就显得更大一些 尤其是在英国公布了最新的 可能会在明年一季度就确定进入一个退欧的程序 这个是引发上周市场波动最大的一个重要事件之一 而这个重要的事件所引发的波动 主要体现在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上 对股市影响相对较小 我们可以看到上周的一个主旋律 其实是美元的连续的上涨 其中受到了英国退欧导致英镑暴跌的影响 同时还有部分是因为上周公布的一些主要的美国经济数据 是比较的利好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像澳远也是在上周初高开之后一路下滑 最终是跌穿了对美元报价0.76 那么是创下了应该说是过去两周左右的一个低位 而在美国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上周五晚上 美国公布的最新的一期9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本身表现来看似乎一般 整个的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幅度是略低于预期 而且美国的失业率是上涨到了5% 这个其实是比预期要稍差一些的 但是如果仔细的去阅读这份数据当中 细分的一些门类的话 事实上这个数据并不是非常糟糕 其中失业率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就业参与率 也就是主动开始寻找工作的人的数量有所增加所导致 这个其实是一个就业市场转好的信号 而且同时公布的美国的薪资增长速度也有所加强 再加上非常多的一些机构包括美联储的官员 对这一份就业报告的评论是认为美国已经非常接近充分就业 因此就业增加的人数的数量可能不会再那么的高了 因为本身事业的人数已经不多了 综合这样的一些因素是导致市场认为 美联储在今年12月加息的可能依然是非常的高 因此在数据公布之后还是体现出了一个美元走强的态势 而上周波动最大的则依然是大宗商品市场 而且走势和前一周基本上是类似的 一方面受到了美元不断走强的影响 黄金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那么金价是在过去一周大跌5%左右 完全放弃了可以说是从今年6-7月份开始建立起来的一个中期的上涨的走势 而且下跌最大的还不只是黄金 贵金属当中白银价格在过去一周暴跌10% 可以说整个贵金属被美元上涨所打破 那么在原油方面走势不大一样 因为由于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欧佩克很有可能在接下来进一步落实限定产能的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接下来欧佩克将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会 再接下来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可能会最终确定这个消息 因此油价表现是非常不错 那么已经是回到了50美元以上 那么本周相对来说数据比较的少 因为是这个月的第二个星期 那么尤其是上半周可能市场还在进一步的消化非浓的一些数据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本地来说可以关注的包括 有像NAP公布的一些商业警惕指数 以及像Westpac公布的一些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而本周的下半周呢 市场可能会把更多的目光呢 放到包括像美国的零售 以及呢 像中国将会公布的CPI的数据 应该说呢 中国的经济呢 依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 而且呢 最新公布的一些中国的PMI的数据呢 基本上是维持在非常微弱的增长上 因此呢 市场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呢 来树立一个中国经济可能起稳的这样一种信心 所以呢 本周末大家可以关注中国的通胀数据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澳台聚焦的所有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